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0年在佛门泰斗本患老和尚坐下 受惧足戒 任达法师得能行长老传法 为灵济宗第46代传人 得香港永兴长老传法 为天台宗第46代传人 在此次的多伦多之行中 任达法师与加拿大佛教会战山经社达义法师 加拿大林延山中华寺照序法师交流佛法 参访学习 同时红法立生 照序法师呢 这边已经刚才达成共识 我们准备到2017年的1月7号 8号 在这里到中华寺打大佩甘露法会 大佩甘露法会 通过送大佩咒 来加持大佩水 与新中文结缘 同时也起治疗疾病的作用 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任达法师传承禅宗 参禅悟道的修行方法 以丛林茶礼为基础 参考禅灵备用清规 百丈清规 发掘整理而成禅凶茶道 任达法师表示 通过禅修茶道12道工序的演练 在听着特制的音乐和禅诗 能让人们很快把心静下来 提高人们的素养和文化品位 他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了解禅修茶道 简单点说 禅修茶道能让女汉子变成妻女 能让李逵 知道中国有个水浒传 李逵吗 他是很粗鲁的一个人 能让很粗鲁的人变成绅士 而且禅修茶道它不分种族 不分国界 也不分人种 也不分男女老幼 大家都可以练 我们希望把禅修茶道能推广到千家万户 大家都能够通过禅修茶道的演练 来使心灯沉下来 静下来 加拿大国际电视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